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高雄市教育局长范讯律律包括4名人权大使高中学生一行18人,本周参访季州美术馆季州四、三世建70周年特展,并于韩国季州教育厅与季州特别自制到教育间里述文签署人权教育交流合作备忘录,开启2D人权教育交流。 范讯律今天3日表示台湾对于季州四、三世建理解并不渗入,去年4、三和平基金会前理事长李文教季州道教育厅官员来台参加228世建70周年纪念并到高中交流,今年则是4、三世建70周年2的受难事件发生背景过程有很多类似处。 李硕文于签约一事中表示,未来将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合作,包括双方教师、学生交流互访、人权教育教材共享等,双方将轮流举办青年学生人权营为人权教育扎根。 季州四、三世建发生于1948年,据估计美军与南韩政府镇压肃清反对势力上万民众遭杀,而当地居民于事件后已居日本等地,人口奏减仅剩3万多人。 2032年,据估计美军与南韩政府大 Carolyn